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好的來玩我們的KOF All Star 今天是4月6號星期六 半夜3點 這一期就來玩我的阿修、雅典娜來爬一些工廠第七階段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完 就試打一下 看看那個第七階段的最後一關7-6打不打得過啊 我之前就打7-1啦 7-1手動沒什麼問題 所以刷刷看 那先來看一下論壇的一些更新資訊還有一些抱怨文吧 這是4月5號熱更新嘛 熱更新就有修復一些BUG啦 增益效果標記錯誤 這邊有一個 這是國外玩家是不是 PO了一大堆阿修記憶跟這個萬鬼啊 喔 這個我只能說 你明明知道這個卡池是這樣的設計 除非你真的對這隻伊斯拉真的超有愛阿 我是建議不要抽啦 像我說完全不抽阿 就小號抽一抽嘛小號200抽直接抽到三星耶 運氣超好 對不對 然後自由留言版 然後這邊有玩家建議也是抱怨文吧 很長啦很長 有興趣的再來看吧 反正大家應該有聽說那個星星月亮好像沒辦法免費製作 我剛剛去看了一下好像幾乎是沒辦法啦 不花錢沒辦法 不課金應該是沒辦法 然後角色的話就一隻新的兩隻舊這個也是我不知道企劃的想法是什麼啦 你搞成這樣子的話那更不想抽阿 都沒什麼新角色你還搞兩個舊角色站在那邊很多人之前舊角色 都已經抽滿抽好了阿 課長一定是抽滿抽好嘛 那課長你要叫他再抽那一定會抽到一堆重複的阿 重複的機器現在也不能幹嘛 然後下面有一些討論的 好像在吵架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有人說伊斯拉很弱啦 有人說伊斯拉很強 伊斯拉那個 改變那個顏色屬性我覺得蠻雞肋的冷卻時間有過久的 我之前有拿出來玩嘛然後就覺得不是很好用 然後伊斯拉上修越來越猛了嘛我們上上一起測那個八神 上上一起 八神真的有點猛阿 真的有點猛 好大概這樣吧 想去看的人再去一個一個看吧 我就稍微瞄一下而已 等我一下我來 插個搖桿 懶得換電池的就直接用線插 用線插這個抓得到耶 抓到這個Xbox搖桿 好那那個剛剛有提到那個 這個 製作嘛 你們看這個要120啊 120沒有啊 沒有啊 首先這個活動塔給不多嘛 然後這個禮物10個嘛 然後這個也給不多啊 我現在才50啊 所以沒有啦 你看這個禮物 給10而已啊 沒啦 30層塔還是給10吧 是不是也給10啊 反正我有爬啊 我記得我有爬啊 爬到15層拿10啊 然後後面後面就沒有了 後面就沒有了 所以那個這次的覺醒石 你如果想要白嫖的話是沒有辦法 除非你四星 四星也只能白嫖一顆 他的設計就是要讓你那個 這隻角色 你四星拿一顆然後商店下去買 我不知道放哪裡啊 這裡 60啊 最後在這裡 1690 喔 就是1690 那沒有了就沒有了 因為這次看起來就是沒有了 街地賓狗這邊10啊 那你看一下獎勵啊 這邊10啊 所以我只有60而已啊 我只有60 那剩下60的話如果你要做的話就是要 課金 剛剛看到了吧 1690 這個1690 所以他這次設計就是蠻坑的 蠻坑的 那卡池的部分當然就不用說啦 你抽下去就是準備抽歪而已啊 大概率抽歪 真的是大概率 那如果你是神的萬龜跟阿修你都沒有的人當然OK啊 OK 這卡池對你來說很棒 因為萬龜跟阿修都上修了 很猛 很強 那如果你都沒有的人可以抽那你像我這樣子 缺一點點的也可以抽一下啦 像我萬龜只有四星啦我也是70我也是可以抽但是我不想抽 搞不好抽不到啊 都抽到伊斯拉也不一定 那我伊斯拉 沒有五星的話抽到三星期70也沒啥用 黃把石都已經10萬啦 那那個下一期到底有沒有合作還不知道 下一期就是4月底 現在還有12天嘛然後那個 神盾...神盾玩吧 神盾什麼時候玩啊 還有20天吧因為這邊是5天嘛然後 神盾是兩個禮拜啊所以19天 19天後吧 19天後大概是25號吧 25號左右 所以大概是4月25號 可能看有沒有合作吧 這就不知道 這是目前的狀況啦所以 可能又是一個 氣坑草啦氣坑草 好來看一下 工廠吧工廠第七階段我都還沒刷 我現在就綠屬性 直屬性跟紅屬性吧 我現在就綠屬性 直屬性跟紅屬性吧 那綠屬性最強嘛因為 我角色比較多 直屬性跟紅屬性 紅屬性最弱吧因為紅屬性是 瑪丘亞 瑪丘亞應該不好說啊 我平時也都掛第六層而已啊 第六階段啊因為就 我不知道任務有沒有啦 我就每天就掛一場這樣 好那這邊要求的OP是3200喔 哇這個3200要剛好 然後 回血的部分 如果要打通的話你阿修如果受傷慘重 就沒辦法回血 這蠻麻煩的 你如果帶回血的話傷害會比較低啦 我這邊沒有回血的啊 回血的話可能要帶那個98夜點娜什麼的 但沒關係啦我們就試試看吧 那這邊的幻影攻擊力比較低啊19萬而已 然後7424 然後夜點娜我刷的比較好 4447萬然後1400 其實比較低一點 好咱們來吧來吧來吧玩玩看玩玩看 先玩再說 玩個一兩關然後自己再打打看可不可以打到 7-6 這個沒辦法一定要阿歐一拖時間不然你那個 PUE技能PUE是放不出來的 等 把蜘蛛秒掉喔 喔唷喔唷 被炸到 蜘蛛 我受傷啦 不要打 不好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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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個雅典娜打打打看 雅典娜我還沒打 還沒打過 阿修的傷害已經超越雅典娜了啦 因為阿修傷修了 我之前測試是這樣啦 阿修傷害怕 阿修傷害好因為 他本身 可以回血 所以倒是還好 兩個人可以輪替的話就好多喔 阿修傷 反正我就輪替打嘛 就是你角色夠多就可以這樣玩 有沒有角色夠多就可以這樣玩啦 咦唷 沒受什麼傷 沒受什麼傷 就一點點 把他秒掉 這是第七階段 哇靠好多爛裝備 紅的贏的不用看了啦 金的你還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金的如果屬性OK的話你也可以保留一下然後去洗一下 死的有時候也很爛 這七之二 打起來算快阿 我自己在打那個第六階段的時候我也是下的 怎麼變那麼快阿 怎麼變那麼猛阿阿修 之前跟雞肉一樣阿修 我覺得啦 我怕受傷 沒了喔 這打蠻快的阿 這樣有兩個人這樣輪替的話還蠻輕鬆的 那個PUE可以輪流放 但是通常會打這個人都是想要掛之洞 掛之洞你要去買那個覺醒石阿 工廠覺醒石阿 對對對工廠覺醒石阿 對對工廠覺醒石 這樣真的好輕鬆喔兩個人流放 對不對 所以你們有三隻U1個洛加的就很輕鬆 放下去阿 哎呀硬剛正面受傷啦 被打了一點血 畢竟阿修沒辦法像雅典那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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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一直在那邊放棄 哇又爛東西阿 沒有紫色的 是不是打起來蠻快的阿 那我覺得這個 應該是可以逼耶 我們再打一關然後我就直接跳過去 入最後一關 阿法都一樣阿 就稍微他們可能稍微血會多一點 不錯不錯不錯 不錯不錯 這個奧義一定要放因為你要讓那個PVEOK 冷卻OK 而且他打起來不是不需要那麼那麼辛苦啦 而且他打起來不是不需要那麼那麼辛苦啦 這就不需要那麼高興 我可以輪替真的很輕鬆耶 不過我這個 氣條沒了 PUE剩兩格 先給他奧位下去 OK 壓點他收穩 因為壓點他還可以回去 那就沒事了 好 那我這邊直接跳吧 144耶 哇 有夠高的 換你攻擊力3萬多 換你攻擊力3萬多 還行啦 那氣勢就沒有 手錶可以換掉 這樣我換你攻擊力會高一點 看一下啊 這個 3萬多 144耶 哇 好高啊 這樣我氣勢會低一點 但我不知道好不好 我現在不能換吧 我現在可以換嗎 手錶這個是氣勢3000多 我來看一下喔 這個是新的嘛 裝備 那氣勢就稍微掉一點 但是氣勢掉一點 然後換你攻擊力高一點 我不知道這樣好不好啦 就是你要自己去衡量 去測試 喔剛是 剛是哪一個啊 剛是哪一個我都忘了 因為每個都被我按讚的 這個是不是 可能是這個吧 有一些按讚沒有用就把它取消掉了 啊 掌風31炮 3205耶 好像不是耶 因為我剛剛是3200 欸 怎麼不能換了 神奇 他是有BUG啊 好啊 要點進來 要點進來 喔喔喔 我想起來 我剛剛 喔 我剛剛按錯了是不是 換到別的了啦 哎呀 真是的 我來調整一下 好 先改回來吧 然後我這邊 自己手動打4 5 然後6 我們來錄一下 好 這邊先跳過 好 準備來吧 這個是75 好 76 應該是能過啦 應該是能過 我剛剛就一樣是用原本的裝備啦 所以我就把戰力 把OP調到3200 還是可以刷出炮子很高的 140是蠻高的耶 140是蠻高的耶 呃 我阿雪有受傷 因為打BOSS的時候 跟BOSS硬打 然後打打打打 打差不多我就換雅典娜 所以你看我現在掉一個 還蠻快的嘛 三個人 還蠻快的嘛 三個人 那我這裡一定要奧義的 因為我 我不知道那個 要點他會不會自己放啊 可能他自己放掉了吧 QE啊 QE啊 喔 好亂啊 這關有夠亂的 不放長奧義的啦 狂奧義 等他給我放掉了 算了 拖個時間吧 他給我放掉啦 算了 拖個時間吧 不卡啊 因為他們在放進了會卡 不卡啊 因為他們在放進了會卡 這是什麼奇怪的BUG 反正最後關了啦 你不用 受傷也沒差 因為已經最後關了 而且我幾乎沒受傷 另外兩隻幾乎沒受傷 阿修受傷啦 阿修 這個受傷是之前打Boss 每一關都受傷一點點受傷一點點 108的 看一下 幻影氣勢 這個可以啊 40%機率10%機率 這樣加起來就1萬多啦 但是我不會用 因為這個暈眩10萬沒啥用 威壓幻影防禦率 這也沒什麼用 這個151啊 已經到151了 反正我是覺得 就炮子越高 那個數值越高 那我這樣就刷過了嘛 刷過之後你就可以 自動戰鬥啊 但是你不會過啊 自動可能不會過啊 手動很輕鬆啊 沒什麼難度 他可能也有調整吧 這難度他搞不好也有調整 好啦 這一起就玩到這邊吧 我們把那個 綠屬性的城市工廠第七階段給畢業了 用阿修跟亞典娜輕輕鬆鬆 但是這隻手動 好的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贊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集再見 大家拜拜